北韓不仅有免费的教育、医疗 还有免费的分配住房 实行养老退休制度 听起来让大家都还蛮羡慕的 但是现在的记者就实际走一趟 北韩了一亏全民十一年制的义务教育 原来专制统治之下 孩子们从小就被洗脑 建议巩固今世王朝的政权 北韩十一年的 北韩的义务教育所需的学杂费 还有文具费等等 通通是由国家来买单 大学毕业之后 国家更是统一来分配工作 学校的教育从地理到历史 通通都有涵盖 孩子们从小就被爱国教育来洗脑 要敬爱领袖 仇恨美国 可以接触到网路的学生更是少之又少 甚至连什么是Facebook都不知道 那么西安也独家揭秘 让外界揭示到北韩的超强洗脑功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